老闆老闆 你有看到最近那个吗 一个小新闻 这算小新闻吗 其实我也不确定 因为好像在网路上没有引起很大的风波 但是就是那个大陆要开放 来妈祖 就是福建省的人可以来妈祖这件事情 然后可能就是陆续开放对台的那个吧 旅游之类的 我在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 这个开放真的是好的吗 怎么说 就是首先我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 大陆人现在来台湾 对台湾两岸之间的这个 和谐真的是有益处的吗 我觉得不一定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现在是目前只开放妈祖吗 那概念是什么就是可能还要一个谈判的空间 两双方可能还有谈判的空间 但这样受益的人 永远最终最终都是民进党 这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开放 我当然很希望大家可以来 或是我们可以多去那边看 多做交流民间交流之类 但是这个时间也开放我就会觉得很匪夷所思 就是明明知道 最终的收益人是民进党 但现在开放 那 你知道我原本想说前面不是一直没有开放吗 其实 是因为大选还没有过 然后等大选过又开放 然后可以让 政治更巩固一点 但是问题是现在是民进党当选 然后你现在只是让民进党更巩固 甚至可以做很多操作说 你看我们就是要抵抗大陆 大陆才会对我们四处善意 又或者是说 甚至 就是到时候大陆人来以后 然后民进党可以做各种文章 然后说大陆人多不好 然后开放大陆人来 其实好像不是很正确的巡违 这样子之类的 他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抹黑 之类的东西 现在开放真的是好的吗 我不知道我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我觉得 这个你刚讲的嘛 你觉得两个疑问的地方 第一个疑问的地方就是你刚讲了 这个 如果开放对两岸之间的发展 究竟是好的还是不好 那第二个问题你的问题就是 这个开放之后的最终得力者 是不是民进党 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对 没错就是这个样子 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 我们这个上周的时候 我们访问那个蔡政员蔡委员 然后我们不是这个开头的时候 我就跟委员讲 委员我们都是猪 因为过去呢我们有讲过嘛 如果没有九二共识的话 两岸之间的其实 发展不会好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嘛 但是后来发现到一件事情 没有九二共识 好像两岸之间的经贸会创新高 没有九二共识呢 这个最后最后 这个大陆还是开放了 这个大陆的旅客来台湾观光嘛 那当然这个民进党一定会很开心 因为你看嘛 第一他没有推浪 就是民进党在九二共识这件事情 直到现在哦 蔡英文依然不承认有九二共识 什么叫做九二共识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次好不好 这个国民党说不出来的 我们说得出来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不是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有政治性 很多时候选举 其实跟政治性没有半毛关系 这个什么叫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呢 就是呢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而且双方同意呢 这个以同一为目标来进行 这个交往跟交流 但是呢 因为两岸目前呢 这个可能大家那时候 为了要实质性的 比如说什么通商通油通行啊 就一直斟酌在到底那个一个中国的实质意义是什么 叫一直在吵 后来的共识是什么 就是好 这件事情我们暂时不讨论 我们先从这个事务性的开始 我们跳过意中的内涵是什么 我们从这个实务性的内容开始讨论 他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 那后来呢 国民党呢 就把它扭曲成所谓的一中个表 但是其实呢 这一中个表根本就不是共识 Anyway 反正这个民进党就告诉你 我们不承认有九二共识 不承认九二共识的隐含意识是什么 就是我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那今天民进党蔡英文到现在 他依然踩着这个底线 就没有九二共识 只有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 就是我们两边有见过面了 我们在香港见面了 但是呢 我们当中是没有共识的 他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情 那民进党踩着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嘛 台湾 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贸易的金额呢 并没有变低 两岸之间的贸易往来的金额并没有变低 然后再来是呢 他踩着这个立场 结果最后呢 这个大陆虽然从 2019年的八月一号开始 暂停了大陆的团客到台湾旅游 可是现在 2024年过了六年之后 依然开放了 所以只要证明一件事情 只要台独够坚持 只要他们这个底线踩得够硬 终归有一天 大陆会为了两岸人民的情感 为了要照顾台湾人民 所以呢 他一定会开放 那民进党就会从这边学到一件事情 学到什么 就是没有关系 反正大陆的政府 北京当局很爱台湾人民 北京当局是有个大局观的 所以今天哪怕我在闹 今天哪怕我做的再过分的事情 北京都不会怎么样 你现在释放的讯息 其实是在对台独 释放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嘛 所以你说 民进党会不会开心 会 而且我跟你讲 两岸开放之后呢 当然了 这个台湾的观光旅游也会赚到钱 这是事实 而且其实不是只有观光旅游也 比如说像这个 刚饭店也算旅游嘛 那比如说这个路边的小摊贩 比如说像这个 可能我们喜欢去吃的一些餐厅 什么卤肉饭啊 控肉饭啊 或者是臭豆腐之类的 这些小的摊贩 小的餐厅呢 也会因为路客的人潮呢 他们也会赚到钱 对台湾来讲 是好事 没有错 可是呢 同时你也给了民进党一个机会 就像你刚刚讲的 宣传大陆人民有多么不好的机会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知道两岸关系什么时候开始不好 民进党上台以后嘛 上台之后呢 这些网民们 开始在网路上面攻击大陆旅客 说他们 你看啊 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有大陆人 所以如此的脏乱啊 你看日月潭还能去吗 那你看阿里沙还能去吗 没有他们的话 我们的观光环境会有多好 所以后来当这个大陆 暂停所有的团客来了之后 你知道网路上开始洗衣泊 没有大陆客的环境多么的清新 就是他们就会开始去写这种东西 然后告诉你说你看 台湾的脏乱 不是我们台湾人不好 台湾的脏乱都是大陆人不好 可是等到后来大家发现 大陆客不能来以后 结果台湾依然脏乱 那你要怪谁 可是呢 他们不会想那么多 台湾民众也不会想那么多 他们就会开始呢 告诉你说 你看台湾脏乱都是大陆人害的 你看呢 这个大陆人呢 有多么坏多么坏 然后他要对我们进行统战 妄想用开放路客就对我们进行统战 就是民进党就开始利用这个机会去宣传 两岸交流好是好 我们可以彼此更亲近 但是问题是 也有可能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 就因为大家很近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这个可能彼此的缺点 就会展露在大家的眼皮子下面 那大陆是OK的嘛 他会觉得说我们两岸一家人 我可以包容你的一切缺点 可是问题是你要知道 在台湾岛内 多数的人不认同自己 我们两岸是一家人 所以他们就会把大陆的缺点 无限的放大 然后告诉你看他们很糟糕 你看他们很糟糕 所以你说对不对好不好 其实站在这个 可能以台湾经济发展的立场 或者以两岸人民交流的立场 它是好事 可是呢 在政治操作层面上面 你无形式中给这个民进党的一把枪 让他有更好的机会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你刚刚讲到九二共识 我提一下 就是 其实对来说 这有点台独言论 但我不管 我就是觉得 反正你就是台独小编 九二共识对我来说 甚至在台湾这个社会来说 已经变成实质上的伪共识了 就是什么叫共识 双方都达成共识 你认同我也认同 可是现阶段的台湾 是不认同九二共识这件事情的 有啊 国民党啊 但国民党的九二共识 其实跟真的九二共识不一样 国民党白就是少数啊 就是我说的是人民 我说的是人民 你这样讲 国民党会哭哭 什么时候他变少数 后来人家是第二大党 就是人民投票给国民党 不是因为他支持九二共识投给他 很多都不是啊 其实是因为讨厌民进党 对所以 我觉得概念要转换一下 就是我之前不是很常说 要提什么新共识啊 什么东西之类的 我没有说什么 不能说什么 我们都是一个中国 要往同一方向去执行 但问题现在就是 已经有很多人 没有这个共识了 然后你们一直踩着一个旧共识 去想说 你们就是要支持旧共识啊 什么东西的 我觉得很愚昧 我自己觉得很愚昧 我认为了 其实九二公司是对的 因为大家在1992年的时候 在香港达成了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然后才有两岸之间的交流 这个是好的 可是问题是今天 问题在哪里 就是第一 大陆对于台湾是没有宣传口的 我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大陆的好 台湾看不见 那在台湾有宣传口的是谁 这个民进党 国民党 民众党 还有这个可能还有像一些 台湾的媒体啊 新闻啊等等之类的 在台湾是有宣传的 但问题来了 今天谁会帮你宣传 民进党不可能嘛 台湾不可能嘛 这些都不会的 而且他会扭曲 所谓的九二公司的内涵是什么 会帮你宣传的是谁 这个联合 TVBS 中时等等之类的 所谓的蓝媒 或者是国民党 自己要出来宣传 你有看到他们在宣传吗 没有啊 没有没有 我讲的是 我当然知道 我没有说九二公司这个东西不好 我的意思是 应该要达成一个更细向化的东西 因为九二公司 我那时候看它的概念 我发现它很空 它讲的东西就是很 好像一个 你给我个大框架 但细向完全不谈 然后很多细向是我可以去篡改的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 不太对吧 就是如果我们要达成一个共识 我们不是应该要有一个 很标准化的共识吗 我觉得九二公司是这样 因为当时是为了要 让两岸人民可以开始交流 我刚刚讲嘛 通商通油通行 然后还有呢 那个时候呢 是为了希望呢 让两岸之间的交流开始活络 所以呢 那你如果大家太 执着于一些很小的细节的话 其实很难谈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今天把九二公司的内涵 通通讲清楚 比如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是什么 你如果这个地方就卡住了 到现在两岸都不能交流 但是这样子出现了 跟现在这个主题 有一样问题的 就是你让我们有非常多的 政治操作空间 然后可是在台湾 很好做政治操作 你讲说在大陆好不好 做政治操作我不知道 但在台湾很好做 因为人民嘛 普遍是白痴 就是你知道 所谓的民众 对我来说就是 道德低俗的凡夫俗子 哇你真的很敢 因为我要认知到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人民嘛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回归 刚刚你刚讲的那个 日月堂很脏很乱啊 什么东西的 什么叫做道德低俗 就是对我来说 我把自己的高特的标准 加给别人 但我自己的道德高准是偏低的 就叫言语代仁宽宜律己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概念很错误啊 可是在正常来讲的平民 我不讲我觉得大陆的民众 应该也是差不多的状况 就是全世界的人 应该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民众都是这些凡夫 然后根本不是精英 然后每天在那边打嘴炮 这样 没有 我们下一集可能会提到这个 因为我下一集要讲那个政治 是不是应该大家都要学的这件事情 但是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讲 就是在人民土片是一个凡夫俗子的 一个环境底下 政治操作这件事情是 我只要洗个新闻啊 做个影片啊 然后随便串改一下像九二公司啊或是这一次是那个要来台湾的这件事情 我随便改一下哦 大家民众都看到就哦 民进党好棒哦 因为你知道民进党现在一直说什么 就是你看现在那个什么交通部长王国财还什么东西的出来就有讲什么 他觉得开放的幅度还不够大 就是你知道你知道这种概念吗 就是我们一个交通部长现在洗这个说 我觉得大陆没有给我们善意 我们民众会怎么想 会觉得 大陆怎么现在只开放妈祖而且还只有福建省啊 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等 但实际上我跟我们跳脱一个民众的角度去看 什么叫对等 福建省的人口跟台湾是不是差不多啊 搞不好还比较多 那在这样子上是什么叫对等 对吧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啦 但是呢 你知道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就是这样子嘛 要还要更多嘛 就是他会觉得说 本来就是你自己要来了 我求你来了吗 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个我们希望两岸可以交流嘛 这个赖清德不是讲嘛 他说他希望呢两岸是可以交流的 而且呢他这个要这个友善提醒吗 还是什么 我忘记他那天用那个词是什么 就是呢 大陆呢应该要跟这个台湾的民选合法政府呢 来做沟通 不要跟在野党沟通 因为说实在跟在野党沟通其实没什么意义 对啊 就像你讲的这个今天大陆现在是宣布是说 这福建的居民可以到台湾来 不是台湾到那个马祖去观光 那为什么不能到台湾来 哎 这个台湾人不是比较多吗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这个金门跟马祖其实相对的 他们的政治倾向是比较偏蓝的 而且基本上是压倒性的蓝 绿的要在那边选赢很难嘛 可是基本上你如果放到放大到这个台澎金马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说绿的其实占多数 你如果今天把支持柯文哲跟支持民进党的群众加起来的话 其实大概是七成 将近七成的人 其实是支持偏绿的 那所以呢 他会从马祖开始四点也会 你会觉得很合逻辑啦 可是对于民进党来讲就是我觉得不够啊 我觉得应该要让台湾人民也可以赚到这些钱啊 就虽然我不承认我们两个是一宗 虽然呢我不承认我们是一家人 但是你本来这个钱就是应该给我赚的啊 你知道其实现在民进党当局的那个逻辑跟心态 其实不是只有民进党 其实所有的这个绿营都这么想 你看哦 这个这一次傅昆起去大陆吧 那这个很多人在攻击他 批评他说 这个花莲现在这个状况 因为一直抵震 你怎么可以挑这个时候到大陆去 干干傅昆起屁事啊 对其实干他屁事 因为说实在的 他不过就是个立委 他的工作呢 是在这个立法院里面去监督政府的施政 他只是曾经是花莲县县长 那又如何呢 对啊 现在花莲县县县长是他太太嘛 对不对 那问题是今天如果花莲有灾 有这个灾情发生的话 不关傅昆起的事 虽然他们是夫妻 但真的不干他的事 是他太太要去处理这件事情嘛 那今天傅昆起愿意到大陆去 去争取 让更多的大陆旅客来台湾观光 给花莲一个这个机会 因为你看嘛你救灾的时候 你虽然可能这个中央政府批了这个民进党当局 批了一笔的这个可能所谓的救灾基金也好 或者是从政基金也好 问题是那个只能是短暂的 你也只能做一个帮忙 他们要活下去 活下去是一个无限赛局的逻辑 它是一个很长的逻辑 而且因为花莲算是观光区了 对 花莲其实主要是靠观光 因为他在东岸嘛 那而且其实交通没那么方便 所以你今天一旦到东岸区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那边住 是不是对他的观光产业有很大的帮助 对他的当地的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傅宽奇今天做这件事情 有没有错 没有错 可是所有人在攻击他 比如说有个叫486的 就是他是什么 他是团购起家 是不是我有点忘了 而且你知道他团购团购哪里吗 大陆的商品 好他是团购起家的 然后本来他捐了两百万 我不知道他什么心态 但是呢他一听到傅宽奇坚持要去大陆 为花莲人民这个请命 希望能够开放观光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 我撤回 我不捐了两百万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依然要到大陆去 要求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不对 为什么不对 今天花莲人要活下去 你们这些这个台北人 那个中南部的人民 我们呢大家可能这个 可能商业行为比较旺盛 或者是说呢 我们可能不这么的仰赖观光 可是花莲当地民众 很多是非常仰赖观光产业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呢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 很多时候就是他就会开始操作 你明明就是得到了 路客来台的这个便宜 可是呢民进党就从上到下 开始做一波又一波的宣传 一波又一波的操作 那你就像你讲的 其实老实讲 因为人民不关心政治 就是你看嘛 现在当我们选举过后 大家就会发现到 所有做政治项目的这个YT频道 通通它的流量 通通全部下来 大家其实没有这么关心政治 所以大家只要稍微听到一个事件 就突然间一个事件爆红之后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就会很容易就被带风向 当时92公司为什么要给一个这么大的框架 因为你要知道当时是1992年 台湾还没有全面开放民选 当时的台湾我没记错到 应该只有老三台 只有老三台的状态之下 新闻呢 其实它是相对封闭的 所以呢它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操作空间 政治操作的空间 可是到了现在 台湾你知道光是第四台几台 一百多台 然后你再加上现在什么YT频道啦 自媒体啦 然后呢这个民进党的恶意政治操作啦 还有一些它的这个所谓的侧异啊 空间超大 当时92年的时候 怎么会预见到可能几十年之后 整个世界会翻天覆地的改变 没有预见的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 因为大家都本着善意 两岸都觉得彼此是中国人 所以呢大家愿意给彼此 有更大的框架去发挥 结果没有想到 就像你讲的嘛 就最后这个框架 成为民进党政治操作的东西嘛 嗯 我只能说这一次啊 这是这个来台的这个问题啊 我不知道耶 我就觉得 怎么永远爽的都是台独啊 真的 真的是民进党怎么样都会爽到耶 就是你看领导人又选上 然后大陆还妥协了 然后下一次选举搞不好又选上 我跟你讲 你知道现在这个很多的蓝营侧异 或者是所谓的 犹率转蓝的一些 这个名嘴媒体的怎么讲照嘛 我跟你讲 国民党2028年输定了 为什么 因为傅昆奇 因为马英九 他们到大陆去 然后大陆对台湾释放这么多善意之后 他们都认为 国民党这样的行为叫做卖台 所以他们现在告诉你 你输定了哦 所以你看那个赖清德多爽 他又选上了 对不对 然后大陆呢 对台湾又释放善意了 然后又开放陆克了 感觉赖清德好像可以爽爽再做 再做四年 2028等他啦 我有时候都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 我之前有讲过 就我有时候真的是 不太懂对岸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就是明明摆明 这就可以爽到对方 到底想没有统一 大家不是应该 怎么做 大家应该都有想法吧 我跟你讲 这个有一句话 不是有一句话 就有个故事 叫你知道北风跟太阳的故事 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我知道 就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 这个表达说呢 大陆应该要当太阳 你要温暖 这个两岸民众才会相向而行 可是你要知道 哪怕大陆再愿意照顾台湾人民 再愿意当太阳 但是架不住台湾这边这个无限扩张的恶意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不太对 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要在对的时间点做对的事情才是正确 我刚刚讲过 你开放我觉得很棒 可是问题是你在错误的时间开放 我跟你讲 不会有对的时间 因为其实说真的 哪怕大陆没有开放路克 2028年我都不认为国民党选得上 我说真的 所以基本上大家有准备一个态度 就是民进党有长期执政的可能性 大家准备这件事情 你稍微思考一下 2028年赖清德出来选 国民党派谁 派这个卢秀燕 派韩国瑜还是派谁 你怎么想你都觉得应该还会是赖清德继续当选 没有 我绝对不会 真的吗 我抱持着 我觉得民党应该不会再当选一次了 好 那我们大家四年后继续看 看2028年到底谁会选上呢 小编肯定是一个神预言的一个状况 我希望你是对的 我真的心希望 但是搞不好2028是克文哲呢 没有没有 就是我在想 你知道第一次 就是蓝白不是已经破裂了吗 我觉得第二次不会 第二次不会 你觉得他们会合 我觉得他们下一次应该会合 应该会合 就照罗纪来讲的话 你看现在蓝白已经合体了 所以我觉得很合理 就是本来就应该要合 只是要怎么合这件事情 我觉得 因为上一次就是很明确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政治操弄很重 你就觉得国民党很弱吗 莫名其妙吗 没有 我那时候看 我就觉得两党都有点怪 就是我觉得蓝真的是智障 就是蓝就是 你摆明就是不想要票了 你知道吗 然后白的就是 哇 你怎么会妥协 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妥协 所以你觉得是柯插配还插柯配呢 我觉得到时候可能还是要看状况 实质上的民意 因为我觉得照逻辑来讲到后面 就是下一次选举 柯文哲大概率还是会拿很多的年轻票 我觉得有机会 但是我觉得还要再加把劲 但就是那个年轻票 然后百分比去算的话 我不知道搞不好有机会是柯蓝配 可是也有可能就一算一下 靠男的男还是比较多票 那就蓝颗配 我觉得看哪 看2026 但如果是蒋万安的话 我死也不会 我宁愿去投民进党 不是 蒋万安真的好烂哦 我的天哪 我快要受不了他了 惨了惨了 小编讲述的年轻人的心声 这个国民党要再好好思考一下 蒋万安的未来好吗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 欢迎大家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一键三连哦 拜拜